三年前他向妻子提出离婚 谁料被妻子当成了玩笑话 我当时就是说给他提出离婚 想让他通过反思 找了问题的根结 然后从而改变 结果他没有反思 而我还是变了加厉的 当时他说离婚 我以为开玩笑 我也就说 我就说可以 他又不了字了 三年后的今天 妻子提出离婚 他应邀钱来调解 他如果不给就离婚了 房呀 钱呀 儿子呀 啥都归我 没有都是达到完以后 要离婚的那种状态 他就是老怀疑我 我在外面 完了以后聊微信 他老因为我出轨了 就是这个一直折磨我三年 到底是我的问题 还是他 你觉得 妻子怀疑丈夫 丈夫要求妻子反思 他们的婚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他说我无理取劳 我说你即使没有肉体出轨 你精神出轨 我的内心也受到了极大伤害 我做没做事情 我心里肯定清楚 感情的背叛真假难辨 但他们对婚姻的不满 却是事实 调解现场 丈夫和妻子都满腹委屈 泪眼婆娑 我现在想起害怕 我把孩子一个人 就扔到那个门尾了 孩子才三岁个 但是他看不到 其实不是这样的 他提醒不到 说我对他有意见 我能没成见吗 是什么导致了他们婚姻的裂痕 越拉越大 妻子的怀疑 为何会成为压垮他们婚姻的 最后一根稻草 你选择的是 鸵鸟式的面对和解决问题 他在乎的是你的解释吗 我没有得到 但我还不能够去说 该到哪里去说呢 人总需要一个缺口 两位都没有对你们的 有点特殊的生活 做特殊的安排 做特殊的准备 这场婚姻危机 有何特殊之处 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 怎样的故事 调解结束后 又会有一个怎样的结果 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 大家好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 马女士和严先生 了解一下两位党事人的诉求 他微信上搞暧昧嘛 改不了的话 就净身出货 离婚 他说我出轨了 我说我没有出轨 他老扣这个帽子 然后我就接受不了这个事情 你的意思是说 是可以解释清楚的 肯定可以的 肯定是误会我了 好 把这个解释清楚 然后呢 我们这个家庭里边 他这个比较强势 这老人 对我们家里面 人不太好 他稍微能改观一点 态度能转变一点也就行 跟你家人的关系 这种强势 跟他怀疑的这个问题 有关联吗 有关联的 有关联 针对妻子的怀疑 严先生说的斩钉截铁 绝无此事 严先生是一家大型 国有企业的项目负责人 公司的业务遍布国内外 严先生说 妻子的疑心病很重 哪怕是正常的人际交往 也会疑神疑鬼 吵个不停 他举例说 三年前 公司在越南有个项目 他出国一年多 回家碰到的第一件事 就是 妻子 马女士 打翻了醋瓶子 我们在越南的时候 然后我们一个同事病了 在医院住院 当越方完以后 他就是说 上午和下午 各派两个完后 学中文的翻译 有些需要 他们完后 给我们做现场翻译 完后 那怎么出了什么问题 就是完以后 就是我都是和那个女的 不是加了口口吗 回国以后 我有时候发个圣诞快乐 或者春节快乐的 他们国家 跟咱们几个国家 节日差不多 就问候了一下 我老婆在这方面 都是跟供与怀 都说嫌我和那个 王后女的 王后来往了 王后这才给我吵 我跟你说 我一看 上面一面都是 哎呀啥的 你想我们这叫名字呢 你叫个阿妹呀 阿庄呀 我就感觉别扭 我说以后别的 我就这样一说 就完事了 越南人是看着 越南人是称名 不信心的 不要解释 就是你看着 就觉得不顺眼 不顺眼 我就那样 轻搖带起 我说以后别那样了 你回来的 还和那些 哎呀是啊的 啊啥的 我就那样就过去了 和越南翻译的事情 马女士一笑而过 可严先生说 妻子现在 说的是云淡风轻 那个时候 可是不依不饶 直到她删除了 对方所有的联系方式 才肯罢休 那个不要来往 我这是简单 就是口头一说 唯独这个 这个是重点 马女士说 越南翻译 远隔千山万水 往来不变 她认为出不了 什么幺蛾子 而她现在怀疑的 这个所谓重点人物 近在咫尺 曾经是 严先生公司项目部的 一个工作人员 而且她的怀疑 并非空学来风 她那天她到床上 躺着她和一个女的 视频聊天 我就掉手机 她死尽不给我 藏在枕头底下 她手机又响 我就把枕头底下 把那个手机抢出来 抢出来一看 那个女的就给她发 发的就是 你吃了吗 我说我是老杨的老婆 我说你这么关心她吗 她都在家了 你还这么关心她 那个女的说 我不认识你 又把电话挂 挂了我就 使劲打打 使劲打 那个女的就是不接 当时我把她 手机也摔坏了 天天和她闹 我说你长年在外 你回来了 这个女的 就这么关心你的 她心眼很小 而且她开不起玩笑 那个女的完以后 跟我 还有我们两个同事 都加着微信 都经常聊天 那个人是爱开玩笑的一个人 爱什么玩笑 有时候我问她 我在哪里 她说她就回我修行 她说我在你头顶上 你觉得很正常 对 因为我什么事情都没做过 你自己不觉得 你这样聊天 是超过分寸感的吗 我也意识到了 然后有点过分 什么时候意识到了 她和我吵架 之后 摔了手机 马女士依旧不依不饶 严先生没有办法 只好带着马女士长途跋涉 一起前往公司项目部 让妻子去实地考察 希望能够打消 妻子马女士的怀疑 可是最后 事与愿违 我就去到湖南去了 湖南去以后 她跟我说 不让让我找那个女 女的麻烦 我去了 我就认真 我也没空气 女的天天在我面前 过来过去的 我实在忍不住了 我就说 莎莎 是你勾引的我老公 还是我老公勾引的 那个女的说 你别相信微信 以后我们不聊了 我向你保证 那个女的说了 我一看那个女的 也老实得很 你这一趟去 你告诉大家 你得到了什么 她给我保证了 所以 我放心了 我回来了 保证了不联系了 对不对 结果发现他们 她还联系 联系还频繁了 他们聊天 有个亏率 天天晚上是 九点四十以后 到十点 以后 我有个亏率 就是十点以前睡觉 她就抓住我那个 十点以前 在应付我 况且那个女的 微信里边说 你老婆 查你通信记录 咱们微信聊 聊了互相拉黑 她发现不了 这些你是怎么发现的 她没语音聊天 在那儿 我能放出来吗 你看完了这些以后 你怎么办 看完以后 我疯了呀 我拉起电话 给他们单位打 全部挨个打 为什么不先 找她解决呢 找她 她不理我 她说 你爱怎样就怎样 因为我 她给我 然后给我 扣着帽子 然后我的内心 也受到了极大伤害 你感觉到 她不该这样说你 对 明明我没有做什么 只是聊天 对 对对对 跟谁说 谁都不理解我 假设 的确没有什么实际行为 真的就只是 以这种方式在聊天 你能接受吗 我接受不了 我当时回来 就把她拉开了 拉开了以后 聊天记录 我都没有删掉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老婆回来了 她每天都回来以后 就拿着我手机在那儿翻 就从要从里边 找点注尸马迹 她就说 你们都又在聊天 找咱了 你的意思是 在她发现 这些聊天记录信息的时候 你们互相已经拉黑了 对 那也就是说 我们说这玩意后 回来以后不再联系了 因为我想到玩意后 我们聊天也没有啥 你要看也没关系 没有什么是过格的 不愿意解释 是又为什么呢 她老是让我 玩意后解决问题 我说 我说这中间没有什么问题 你说我要解决什么问题 她说我无理取了 我说你即使没有肉体出轨 你精神出轨 她说我的姓名词太多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 你认为她这些不恰当的行为 为什么会出现 她认为你这种敏感的表现 根源在哪 因为我们是流动企业 以前往后回来的少一点 出去三个月 就可以探亲一致 什么时候开始 你们两个人就是这种 两地分区的生活 一间分就是这样 严先生和马女士结婚二十多年 婚后严先生工作地点不固定 两人一直聚少离多 由于没有实锤 马女士对他心中的怀疑 依旧保留意见 而严先生既不愿意过多地解释 也不愿意在情感上和妻子拉近距离 加上常年两地分居 夫妻之间的信任 就像沙洲上的高楼摇摇欲坠 严先生说 不是他不愿意解释 而是妻子爱认死礼 他认定的事是听不进别人的解释的 怀疑出轨的事情是这样 当年他对父亲的成见也是这样 这两件事情都是 严先生心里的结 主要是我父亲这一块 然后就是我和他们都不要来往 我们刚结婚的时候 他就说我爸让我们搬出来住 但他认为就是我爸爸把我们从家里赶出来了 然后就是说他就老结婚这个事情 所以在这个态度上 他对老人是一直是更容易与怀的 这是为什么 我们是从结婚就有矛盾的 我觉得他们家人看不起他 也看不起我 那月29节的婚 年过了5月 他妈就让我搬出去 说他的户口在城里 让我跟他去 他们单位又没房子 啥都没有的 你说我往哪办 我跟他的解释好多清楚 我说我跟他说 我爸爸完后这一辈子也不容易 他有他的难处 我妈完后都是走得早 76年我妈妈完后就是因为这个脑膜炎走了 走了以后就是说 之后我爸爸又找了一个 我开始都不同意 最后人家也用行动感化了 然后总的说 说我叫医生妈 辈分在那儿 你也可以啊 咱也不吃啥亏 但是最主要是 他对我爸好一点都行 结果呢 当我结婚的时候 我老婆完后就说 他回娘家 他回来的以后 人人也有个女儿 完后也回来 看他妈来了 我老婆就跟人家 一进门就说了啥话 你还没走 你想在这种家庭里面 完后你说话要很小心的 你要有方式 这就很重要的 最后我爸爸一看这种情况 就说我老婆不能在家里待了 就给我说 也没有直接给他说 他就说你马上不行 你们搬出去住 当时说 我也很难受的 明白 我都搬出去了 他最后给我说 我爸爸给别人都说 我爸爸把我赶出去了 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们在那个家庭 就是男的 他提前不到 说我对他有意见 我能没成见吗 他当时就说 我不会说话 我就是直来直去的 我回来了 我想我到我娘家 待好几天了 我说你还没走 我就这样一句话 我也不知道 把人家创 他特别说了一句 在他们那样一个家庭关系里 说话要特别小心 要不我就生气 送到这儿 你越好说话 他们家人都把你指回来 指回去的 举一个例子 他从新疆坐有车回来 我都心疼他 把饭早早做好 他一回来 他爸在这儿打电话 你吃了赶紧去 到你姑娘去 你姑娘打算装修房子了 那家具要往出办了 你去看 给帮人帮着去 帮个忙 就给他 跑到他姑家去了 回来他爸在打电话 你去了吗 他又骑个摩托 又到他姑家去了 我就感觉 你大老远回来 他们家有啥事 一叫他 他是有求必应 就走了 他就家里就不管不顾了 一直是这样 他一回来 他们家来事就多了 就排队了 我当都当不住 我说咱们也有事 你把咱们家的事排到第一 他都要那样跑 不管是谁 只要一电话 他就走 大年三十 让他去换煤气去 他哥 早早就回来 在家等着 你想楼村那个路 抱抱悄悄的 大坑坑 他骑个摩托 这只有他能换吗 所以说 我说人家就看不起他 我们三十回去 就在家待个初一下午就下来 人家还要让他换煤气 他刚说换煤气 因为我当时有个摩托车 然后也只有我会起 然后我哥他们都不会起摩托车 我说这有什么 为家庭付出一点 有什么错 他就是对谁都好 唯独对我可可 我常年在家 没有一个人问我孩子 他一回来了 他们的电话就一个一个的过来 这个叫干啥 那个干啥的 把我就不放在眼里 你说我生气不生气 他不在家的日子 没有人来协助帮助你解决 对对对 啥问题都是我自己考 常年两地分居 两个人原本就聚少离多 很显然 在马女士看来 丈夫严先生缺失的太厉害 长达二十多年的婚姻生活里 他一个女人 独自撑起了这个家 他对丈夫的怀疑 和对大家庭的愿则 都源于此 更让他失望的是 没有人能够看到 他经历过的心酸 更没有人能够体会 他的不义 马女士提到了 很多年前发生的一件事 这件事让他细思极恐 至今想起来 都后怕不已 以前我们在旧楼的时候 孩子一点多 可能要住院半夜的 我钱带得少 我叫门为 门为人家是个老睡着 人家就没起来 门也没开 我就把那个孩子 就蹬那个门为我来 我就嘟嘟嘟 又跑到我那个旧楼去 我就取钱 取存折去 取折子去 我说万一用钱的话 我现在想起来 我说真的如果那晚上 如果一个狗呀 啥把孩子哈 发生神经病 你说我现在想起 害怕 以前我 我感觉 我只为了看病 我啥都没想 我把孩子一个人 就扔到那个门为了 孩子才 想想就后怕 如果谁抱去了 对不对 我想这么多年 就是 类似于这样生活中的问题 肯定不止这一件 多大狠 这种困难 都要靠你自己 一个人去面对 你 你会告诉他吗 没有 为什么不说呢 都过去了 我给他说也不起作用呀 哪怕就是 抒发抒发自己内心的 这种压力也可以呀 没有 反正他解决不了 还有一天 我做生意 我半夜 我坐一年的进货车 我一个人 走在大路上 我当时不害怕 我人受影响 我只害怕 谁把我钱 被人从睡着弄走 六点就到西安 去进货 立马又七点 又坐车 又赶到我们了 回来就 又开始摆摊 就为了不耽搁了一天 一天你想要收摊胃费了吗 对不对 我又那儿 骗死骗活的 他们小区的人都说 我特能干 但是他看不到 他现在说我强势了 以前他咱不说我强势了 就算你强势 也是被这个生活 所逼迫出来的 这个王涛以前 也跟我说过几次 说几次完以后 这一点我也能知道 我能知道完以后 我就是还是一样 他讲那个孩子 发烧的那一次 看病的那一次 我不知道你能体会到多少 为什么这个事情 会让他心里 现在想起来 依然是又害怕 又委屈 又伤心 我能体会得了 你怎么看 他都已经到这种状态了 可是他从来 都不跟你说这些事情 一样的 往后你像 我都在单位外面 做事也是一样的 做事也辛苦 往后压力也大得很 你也不会跟他讲 我也很少跟他讲 因为我在外面 是做班组长工作的 往后最多的 要带八十多个人 八十多个人 你像现场的 所有的工作安排 全部我要做 往后面临的压力也大 所以说我有些事情 也不会给他说 给他说完后 还是给他增加负担 毫无疑问 夫妻俩都有一肚子的苦水 这些藏在心中的委屈 对外人无法言说 让他们互相抱怨 纷争不断 三年前 因为马女士和家里人 关系闹得很僵 严恩先生提出过离婚 我跟他这次讲过 我说不行 咱们这离婚算了 以离婚的为借口 什么叫以离婚为借口 提出离婚 让他往后通过这个事情 能反思自己 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 能改变一下 你是说离婚不是目的是吗 不是目的 就连吵架都算不上 还算离婚了 我就没想 就想到可笑的很 离婚没有离成 但马女士的心态 却渐渐失衡 她曾经扛起无数的风雨 吞下了无数的委屈 没想到 丈夫却是如此态度 如今 丈夫更是有情感游离的嫌疑 这让她觉得 守住这个小家 已经没有了意义 今天 她一定要结束这段 让她失望的婚姻 和这个莎莎 微信不聊了 视频不聊了 电话不打了 口口又开始了 回来之后 完活就到现在 我都没有联系过她 按道理说 那些事情之后 完后已经平息了 结果到今年 到19年的10月份 我从新疆回来 修探亲家的时候 那个女的完以后 通过她说 通过扣扣 又找你啊 她完以后又加到我 我没有接受 从你的这边 我老婆她老认为 就是说 我们之间还有联系 明白明白 从你这边的角度 你就觉得 我之后什么都没做了 对 你所怀疑的一切 都是因为对方的行为 对对对 我不相信嘛 因为这是她刚回来 我就发现 那她没回来 我就不知道了 如果你不和她 以前不这样暧昧 她也不可能 老给你发呀 对不对 让我的想法就是 她外边一个 家里一个 两边都高兴着 就是这样 那约束不了怎么办呢 约束不了 离婚 就变成熟户 马女士态度坚决 她说 严先生的所作所为 触及到了她的底线 这才是她今天 要离开的主要原因 怀疑这件事 自始至终 马女士半信半疑 严先生百口莫辩 而这个家 无论是漂泊在外的严先生 还是单打独斗的马女士 都把家住成了空壳 在这段婚姻里 她们都感觉 只有自己一个人 常年的感情隔阂 让她们对这段婚姻 都有些心或意冷 那么该怎样 才能让她们这段 冰封已久的感情 开启破冰之旅呢 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团队的 观察员们 能让她们读懂彼此吗 咱们南方啊 你在面对夫妻之间的 纠纷和矛盾的时候啊 你选择的是 鸵鸟式的面对和解决问题 矛盾来源的时候是 选择把自己的头埋在土里 就比如说那个微信 聊天的事情 你选择的是 爱解释不解释 爱理不理 是因为你自个儿觉得 我问心不愧 但是你没想到 你妻子心里 其实已经翻起了 各种触品 其实她在乎的是 你的解释吗 她在乎的是 你还爱不爱她 如果你都不解释 冷漠对待 那她认为你 到底是不是真的爱我了 过年回来的时间 本来就很多 在面对小家庭 过年齐了融融的那种渴望的时候 你满足了 你大家庭的亲戚关系的需求 这些需求 他们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解决 比如说送媒介 难道别人不能送吗 也许在你看来 这是我在维系大家庭 但是 你有没有在乎你妻子的感受 她看到的是你不爱她 这就是你鸵鸟似的 面对和解决问题 导致你们夫妻之间的感情 慢慢地走向婆媒 其实马女士你这一方呢 也没有看懂你自己的丈夫 其实刚刚听了南方讲 她的家庭真的是蛮特殊的 因为第一个 她在年幼的时候就失去了母亲 这对她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那在她爸爸再婚的时候 那这个家庭对她来说非常的重要 家庭里的温暖和谐 包括兄弟姐妹之间的情感 对她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她其实是内心里特别渴望温暖 特别渴望一个家庭里面的和谐 这就是她为什么要这么做的原因 但是马女士你这一块呢 你没有去理解到她 这一点的需求 你有的时候可能思考问题 是比较自我的 就是以自己的感受为主 然后以自己的小家庭为主 这也没有错 但是如果说我们能把自己的世界 把自己的视野再扩大一些的话 可能你的丈夫会对你更加的感恩 你们之间的问题 很多的问题就能够解决了 你们两个人是常年的分居 在这个分居当中 心里中有一个最大的一个落差 就是缺乏非常亲密的沟通 在长久的分离之后 相爱的人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不想要对方在外面为自己担心 那么那份痛苦就不能够分享 就必须要粉饰太平 所以女士说我的孩子生病了 我现在想来都很害怕 我把他一个人放在门洞里面 在晚上 然后万一有个小狗小猫的吓到海怎么办呢 我深夜在外面打货 然后凌晨还坐在外面的马路上 我是一个女人 所有的安全都被轻视 我自己的安全感被轻视 我自己的孩子的安全感被轻视 我需要被一个男人的保护 可是我没有得到 但我还不能够去说 为什么 因为我去说了 男人做不到 他会担心 为了让这个男人不担心 他不能够去倾诉 他的这些痛苦 先生可能在外面 也有很多自己的为难 也有很多自己的不舒适 在这里面 先生可能也交流的比较少 所以你也不能去说 说多了 那你就让自己的妻子 在家里徒增担忧 又不能够解决任何的问题 那么 所有的不安全 所有的担忧 该到哪里去说呢 人总需要一个缺口 而这个缺口 有一种方式 就是希望被别人能够安抚 那谁能安抚呢 男士可能就会找一个 愿意跟我聊天的女人 因为他不用承担我的这 你还能够得知 你应该给我 那真是 对 我来到 到了 会产生很多不必要的担心 会减少力量 会增加压力 这个我想两位都尝到了 这个分居生活是你们这个家庭 没有办法要去面对的现实 这本身是提醒两位 要为分居做出更多的心理准备 包括对对方更大的谅解 对对方更多的关心 可以说在分居这件事情上 两位采取的是 比较被动的简单的准备 所以没办法 肯定会伤害到对方 两位对外没有发出一种声音 所以为什么 马女士会对你处理家里面的这些关系 有这么大的意见呢 因为你加重了对她的孤立 哪怕你不是故意的 客观上来讲使她更加的孤立 所以 严先生这一块我认为是有忽略的 两位都没有对你们的有点特殊的生活 做特殊的安排和特殊的准备 没有准备 家庭又特殊 那压力肯定就翻倍了 你们两是有互相埋怨的 然后呢 由于生活空间的分割 导致你们可能 尤其是严先生这些暧昧啊 这些莫名其妙的消息啊 哪里是你正常的人际交往啊 是你认为正常而已吗 要看到对方从何而来 他的很多行为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这样呢 是因为你没有把你的心转移到说 我要跟我爱的人守护好我爱的家 双方能否打开心门 重新审视在这段婚姻中各自存在的问题 调解员胡建云建议进入密室调解 严先生表示 妻子的猜疑让他无所适从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你说我还是怎么去做 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去做 就一口咬定 然后你出轨了 你肯定有事 他老是这样去说 我说你不管干啥 你要有证据啊 你就是跟你说的时候 你不要去猜测啊 你觉得特别反感 对 你是不是对这一点特别反感 对 特别的反感 我给他怎么解释啊 没法去解释了 你不要去跟他计较这个事情是怎么样 你就是要给他感受 你要让他感觉到 你爱他 对自己的老婆要恐 你都是默默地理解 你这就是不善于就是 那种表达 对 但是女人需要的是情感上的回应 谈到和大家庭的关系 观察员居平提醒严先生 一味地指责妻子于事无补 而作为中间桥梁 严先生首先要自己反思 他跟你们家庭里的这些关系问题 他没有进入到你这个家庭里面来 对 没融入到家庭里面 对 没融入 没融入谁的错呀 他自己一个人的错吗 他说话不太注意 不太注意就是造成完后 老人也就很烦他 我们不否论 他肯定有他一定的问题 但是你作为中间的一个沟通的人 你自己这边有没有问题 你自己也要去思考一下 严先生若有所思 而观察员廖喜玉建议马女士 要改变目前的婚姻状态 首先要调整好自己 避免陷入猜忌之中不可自拔 因为他们要跟你解释清楚 让你一直处在这个疑虑之中 挺痛苦的 你也要把自己调整好心态 也许你怀疑的是真的 也许可能怀疑真的是假的 隔壁这个人偷了我的斧子 左看右看前看后看就是他偷了 怎么都觉得 后来斧子找到了 他不是他偷的 观察员廖喜玉用仪林偷俘的故事 提醒马女士猜忌心理 对人的主观看法的影响 廖喜玉说 过去彼此都没有照顾到对方的感受 现在要翻开新的一页 第一件事就是要学会信任对方 观察员廖喜玉提醒马女士 生活中既要看到自己的付出 也要看到丈夫的不容易 只有这样才能以心换心 以情动情 男人也有男人的不容易 她为这个家她也辛劳 她也在风雨中奔波 在密室里面我就想跟你说 你也学会反思自己 好吧 你愿意在婚姻中加糖吗 马女士是否愿意反思自己 改变自己离婚的诉求 我们暂时不得而知 但很显然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他们隔阂了二十多年的感情 要修复 需要双方的努力和时间的考验 那么密室调节结束后 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密室已经结束 我们一起回到场上 了解一下现在的情况 谁先来说 要不严先生先来 这么多年老婆 你往后在他们的家庭 付出了很多 你辛苦了 其实我老公反正也是挺好的一个人 在家反正也付出挺多的 对你家以后 反正我也慢慢会调整自己 尽量改变 对于这个 在以后这个异性的接触方面 我那时候又要注意 然后能不接触都不接触 要接触也要注意分寸 把握尺度 我觉得今天你们两位也会给很多人一个启示 因为太多的人会漂泊在异地 去做自己的事情 但是家里面一定有一个人 是自己的定海神中 是不能忽略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 谢谢 好 严先生和马女士握手言和 一起回了家 现实生活中 许多夫妻因为客观原因两地分居 空间上的距离 往往容易造成情感上的疏离 这个时候 夫妻双方应该更加注重感情地培养 更多地照顾对方的感受 只有做到互相理解 相互体谅 才能够拉近彼此心灵的距离 即使分隔两地 也有足够的力量 去坚守对于婚姻和家庭的责任 去传递爱的期待和希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